这也是韩国的官网 刚刚他们公布了内在能力相关的一些概率 那我们知道2月18日玩家在写火花的时候 发现跳运力和全主性百分比是经常一起出现 后来他们官方发了一个公告 解释了里面内满火焰的算法问题 后来这个问题也引申到了内在这个问题 他们发现在写内在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关性问题 后来问题就发酵 你知道4月份客户会议 然后终于承诺4月份这一次更新 他们会公布内在能力的概率 那么他们这里列了几个表格 我们要知道习内在会发生怎样的步骤 第一步就是他的总等级 那么他们这里列了 B级到A级是5% 那也就是保留B级是95% A级它不管是降到B级还是升到S级都是1% 也就是保留A级是98% 在S当中降到A级是14% 升到SS级是1% 保留概率就是85% SS级降到S级是30% 那如果说你是用声望写的 而且不锁定等级的情况下 S级你降到了S级的时候 就要重新以1%的概率去拼 所以最好的情况下就是用还原器来写 那他们这里也列出了 也说明这个 混的还原器跟黑色还原器 它的概率是一样 因为他们机制也是一样 只不过他们不会降级而已 然后他们列出了三条属性 他们等级的一些概率 其中第一条属性是一定跟它所在等级是一样 因为它这里列了100% 第二条和第三条就不一定了 在B级当中第二第三条一定是B级 在A级当中第二第三条一定是B级 在S当中A级是10%的概率 而B级是90%的概率 在SS级当中S级概率就有5% 然后A级是15% B级是80% 所以如果说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 就是第一条是SS级 第二第三条都是S级的情况下 那它这个概率就是5% 那它这个概率就是5% 也就是非常低的概率 然后它这里列出了这些特殊情况 其实就是你只要写出了某一条属性 第二第三条就不会出现 然后就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 就是比如说它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跳跃力 还有移动速度 在SS级是不会出现 那相应的就要做出排除 那么假设你在写 你在写SS级之后会出现力量吧 那么你接下来不管是不管第二第三条怎么写 都是不会出现这一个 那它就要排除这一行 排除掉这一行之后 下面假设你要写到敏捷 那它实际概率就不是这个表中列出的概率 而是你假设你是SS级的情况 那就3.88除以1减去3.88 就是它出现这一列的情况 那么同理第三条也是这样子 就是减去两个 比如说你智力3.88 假设你第二条出现的力量秉捷 那就是3.88除以1减去两个3.88 就这样子 它这才实际概率 还有就是被动 被动 技能等级 这个 这个是只为在SS级出现的 而SS当中只有第一条才是SS级的 所以它只为在第一条出现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就要注意 如果你要出现这些内在 你必须要 你一定不要去锁定第一条 不然的话你第二第三条是不会出现其他 就一定不会出现这些 然后下面就是列出了对应属性下不同数值的概率 就比如说这个全属性包括两种属性一起出现的情况 这个你要按列来看 在BG当中 它会出现567890 相应也有不懂的概率 最高也就是10%的概率 最高在SS当中是40 那同样的话 那同样的话 MP HP最高是600 跳维力 移动速度 最高是20 攻击力 魔力 最高是30 那如果你要写20 然后这些转换 就是投入的某一个属性 转换为另外的一个属性 这样的情况 最高是10 然后还有防御力 MP HP 百分比还有伤害 这个是Boss攻击力 最高是20% 那如果你要写20 一定要写出20的情况下 你必须是第一条 如果你锁定了第一条 那其他第二第三条 就一定不会出现 最多是20的情况下 最 那它最多就是 最多就是以10%的概率 或者10 最低也就是5 然后就是 每提升一级 会提升的攻击 最多是10% 然后魔力同样也是10% 被用技能 被用技能等级提高1% 这个意思就是 一定是1级 提升的量一定是1级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嗯 理解成 它分成了5个阶段 分别是20 20 20 15 不对 6个阶段 20 20 15 15 10 每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这样 也就是说 初点1 提升1级一定是100% 只不过它分成了6个小段 其他也是同理 那这个问题 很简单 那么理性在一个公式之后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写 特别是 特别是你已经到了assess 集平台上 你顶多的收益就是 一个assess加两个s 那么这个就是它这一次的概率公式的情况 好了